美国才说要军援台湾 美国国防部长就说 会尽快把这价值5亿美金 将近台币154亿的武器送给台湾 还说乌克兰也比较这方式 拿了35次军援 但美方如此紧急把库存武器塞给我们 甚至还是用来打巷战的刺针飞弹 难道台湾真的是离战争更近了 它给的武器 都不是我们原来规划要用的 它就是要逼着你做非对称作战 台湾的防卫作战 就变成一个真正的消耗作战 是真是蛮敏感的一个低空防空武器 美国这种操作就好像马上就要打仗一样 给我们再多武器 使的是台湾人了 我们政府有责任 怎么样跟对岸良性的对谈互动 来避免战争 美国武器还没拿到恐怕先吓跑的外资 美国股神巴菲特去年就卖掉了台积电 86%的股票 今年初更直接出清台积电股票 先前也调明说因为台湾环境不好 宁愿投资日本也比投资台湾放心 巴菲特他原来是台积电的前十大股东 通通卖光光就是怕战争嘛 就是人家干嘛冒这个险的 不止巴菲特嗅到台海危机 据统计2021年台湾核准外资投资房地产 金额原本高达6.53亿 但在历经去年佩洛西访台导致围台军演 外资投资金额瞬间骤降了44% 只剩下3.66亿甚至连本土企业 灰能科技都转投资法国1743亿 调明说就是因为政治问题 美国也不够帮助我们 金额154亿台币 巴菲特光卖掉台积电的股票 就是1450亿的台币 台积电市值就跌了多少 5700亿 这个跟你那个金额不成比例吧 我们赔超过6000亿了 接受美国的军联又要敲锣打股 还做城镇作战 那你叫外资怎么进来 身着俠美抗众意识形态之国 如今不止拖垮台湾前途 恐怕连经贸跟着垮台 记得黄军许多好台北报导